集友這筆就是自由好 全部馬筆準備妥當第四場賽事 國際一級賽2,400米 國泰航空香港平準備一開閘的時候 前面快一點點的馬 見到外面位置有這隻火龍驅也是相當快 就是在前面走的 中檔位置有好先生 再在裡面有多利得 內檔位置就是銀塘聖景 在外面致敬寶也上感些 帶了個白鼻窟藍衫 藍帽就是朱中大師 在外面紅茶木中間西利寧 在裡面有自由好 尾四位置6365那隻有威達馬 在後面那幾隻馬有紅色禮物 和此創先鋒 暫時電後的馬匹就是極品絲綢 剛剛轉馬房彎的時候 前面放頭是火龍驅 第二位外面有致敬寶 內蘭第三位好先生 第四位還見到朱中大師 在外面的馬匹就是紅茶木 涉著內蘭大約第六位就是這批銀塘聖景 黃三黃帽在第七就有多利得 再數後面的馬有西利寧 內蕩位置自由好 後面那幾匹馬就有此創先鋒 外面就是威達馬 內蘭妹子位置就是紅色禮物 暫時包尾還是那隻極品絲綢 跑到對面直路的中段 接近千二米段柱 前面火龍驅就拍著外面的致敬寶放頭 跟著第三位的馬外面位置 還見到紅茶木 中間帶著白鼻窟藍衣 藍帽就是朱中大師 內蘭還見到第五位有好先生 再跟著後面黃三黃帽 多利得上 在內蘭位置大約在第七位就是銀塘聖景 後面的馬有西利寧 自由好 電後幾匹馬才見到此創先鋒 外面威達馬 內蘭位置紅色禮物 包尾還是那隻極品絲綢 看看他一會怎樣衝 好 轉彎中間的時候 前面次序上移動都不是很大的 內蘭有火龍驅 致敬寶向他外面拍著兩隻馬走 跟著後面的馬還有駐中大師 在中間 外面位置紅茶木 內蘭好先生 中檔黃三黃帽 多利得 內蘭位置還有銀塘聖景 外面拍寶上來了 有這個自由好 先走 跟著後面追緊的馬 還有這個紅色禮物 大岸道極品絲綢 鬥到最後二百多三百米 前面致敬寶出來先 中檔上來拍寶 自由好 中間穿上來 還有銀塘聖景 還有這隻是多利得 在裡面就是朱中大師 外面紅色禮物 最後八多米 多利得黃三毛 黃帽已經脫兵而出 自由好在第二位 接近終點 多利得贏 第二名自由好 第三名要迎手 有銀塘聖景 還有大外擋這隻紅色禮物 結果這隻 黃三黃帽 白臂庫很容易認 就是這隻多利得 在偉紀力跨 贏出這個就是香港平 兩隻馬中間穿上來 自由好一組發力 跑回第二 第三名銀塘聖景 紅色禮物要拍照 多利得 多利得 麥爾半杯 捧酒完 捧香港平 但我覺得我最開心 是自由好能夠 跑第二 沒錯 都很厲害 第三名是否要拍照 都很近 看看是紅色禮物 還是銀塘聖景 第五 就是那隻 朱中大師 最後就是那隻 日本馬的子倉先鋒 是不是安藤叔的走位 好恐怖呢 你最熟悉的 完全都 嘩 他在跑什麼 你給了貼士 頭都尺 知道你給了貼士嗎 偉紀力 偉紀力不僅是法國厲害 回到香港熟悉的賽道 偉紀力在澳洲 澳洲 他其實這隻是 他這隻是法國馬的 最近在日本盒 嘩 好近喔 究竟裡面還是什麼 剛剛鋒進去的下 這隻銀塘聖景 都還有些機會 我太興奮了 我們這隻自由好可以 力補第二 頒獎完了 剛才幾個鏡頭 那些巡遊影片 當然看得不夠癮 儘管可以播回 全場的賽事給大家看 好啊 剛剛也一直說著 這場好像早段的時候 馬都很鬆容 可以走在前面 有什麼馬走呢 當然是火龍區 怎麼都跟著的 火龍區走 好先生又擺前 多利德都在前 因為早段 他起步夠Sharp 結果一直都守著 好好的位 開面有隻致敬寶 格仔三 慢慢殺過來 嘗嘗 上季 整個大半程的賽事 都在後面 沒有理由 接著呢 紅燦木 看來今天這隻馬的表現 都跟他的形狀有關係 跟上季真的爭得遠 完全都不是那回事 怎樣 那兩隻法國馬 綠色三 那隻就是什麼呢 威達馬 威達馬這個跑法 我真的想不到 應該怎樣跑 應該怎樣跑 他最好 最好 OK 再跟進 對 不要常常拿一場半場 你看多一點 他其實是一隻咬著 有些披星好的馬 那裡面呢 藍帽 那隻呢 就是始創先鋒 你看回他之前幾場 怎樣贏怎樣跑 怎樣 可以今天發揮 你的意思是 在包尾 極品絲綢 還有 紅色禮物 中間 還有紅色禮物 有位 而他現在在外面 真的 有時的東西 不道理不服 中大師 熱門 留守著 三四位 都走得挺舒服 這段 最後的兩段 步速 開始走快了 走快了 那麽賣面那隻銀塘聖景 是不是這樣跑的 銀塘聖景 是這樣跑的 是呀 他給一隻多利得蜀 結果多利得可以先走 他才可以拉出來 他總之就是 大概距離三個馬位 四個馬位 都是射程來的 好了 拍寶就引到現在 射程 我走了 先走了 幫你追不到 你的軍速馬 只有三千二 贏 但他信仰真的很厲害 如果 衝行 成為classy 就是classy 沒得說 銀塘聖景 很可憐 是呀 因為外面 都利得 結果要選擇 入面走 入面 其實位置不多 你看現在 紅色禮物和 始終聖管 差多少 回到來 這個第六 真是嘔血 好 看看分段時間 頭段25秒半 第二段24秒500 第三段25秒23